风广集团 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您现在收看的是 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商业会计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各位同学好 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商业会计法 今天是我们的第四讲 内部控制与现金的控制 首先老师要来介绍 内部控制的意义 内部控制是指着企业 为着要完成它的内部的控制 以达到以下的两个目标 首先第一个目标 就是指着为了要保全它的资产 避免资产被盗用 或者是未经授权使用 这是内部控制第一个目的 就是保全资产 第二个目的是为了要强化会计的资讯 会计资讯的可靠性跟正确性 也是有赖内部控制来加以强化 好 那内部控制 还有两个很重要的部分 我们必须要注意 就是首先呢 虽然每一个企业会因为它的规模大小不一样 或是它企业的特质 或是它产业的特性的不一样 所以呢 是允许不同的企业 有不同的内部控制 可是呢 不论企业的内部控制 在如何的不同 基本上还是有几个是相同的原则 首先第一个相同的原则呢 就是一个内部控制需要有一个责任的划分 职责的划分 举例来讲 我们说管钱的人不管账 相同的管账的人也不管钱 这个就是一个职责的划分 那再举一个例子 比如我们进货的时候 有人负责下订单 有人负责验货 有人负责付货款 这个呢 都是进货必须要的流程 那每一个流程也应该由专人来管控 否则 如果有一个人从下订单 验货一直到付款 都有同一个人来负责 那中间可能就有机会发生舞弊 所以第一个特点是要职责的划分 第二个呢 需要的是职务的轮调 那这个职务的轮调呢 是可以避免这个弊端长期被掩盖 往往许多弊端被发现 都是因为职务发生轮调的时候 弊端才出现 所以公司在进入内部控制的时候 我们也建议呢 职责划分之外还要职务轮调 第三个特点 就是所有的内部控制的这个运行 必须要有专人来管理 换言之 内部控制必须要有一个内部控制的 集合主管来进行内部控制的 专责的管理 那这一位内部集合的主管 他必须有一个相当的位阶 比如他必须可以直接向总经理 或者向董事会来做报告 那否则如果这个内部集合的主管 他位阶过低的话 那公司内部控制呢 可能在品质上也有待商榷 当然最近呢 我们政府要求所有的上市规公司呢 他们都必须要有一种 称为独立董事的设置 那这种独立董事的设置 很大一部分的原因 也就是要来再进一步的加强 我国上市规企业的内部控制 那这些独立董事 他们是没有股权 可是他是为了社会投资大众 来进行内部控制 或是来进行监督公司的营运 所以我们也可以把独立董事的设置 视为是公司内部控制的一环 好 那我们讲完内部控制之后 我们要进入第二个部分 叫做现金的控制 那内部控制呢 它包含的部分 其实是不只有现金的部分 但是呢 我们今天特别把现金的部分抓出来 强调 是因为现金的部分是往往是最容易 发生弊端的一个公司的资产 所以现金的控制呢 就变成是公司内部控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现金如何来进行管控呢 我们有一个最大的原则 就是我们会希望所有公司的交易事项 都是用支票来进行 也就是我们不时直接用现金来收跟支 而是以开支票或是收取支票的方式 因为一张支票 它要生效 它上面需要有会计主管的签章 有公司的经理人的签章 所以呢 一张支票 它经过比较多道的手续的管控 那我们也相信呢 会比直接使用现金来支付 有达到更好的内部控制的效果 但是呢 我们说虽然用支票来支付 是我们觉得比较好的一种方式 可是也不是所有的交易 都可以使用这个支票来支付 老师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假如我们要购买一个 比如说我们一个餐费 购买个便当 那这个时候你要开一张支票 给这个小的这个小贩 那似乎也太过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建议公司设立零用金制度 那各位同学 零用金制度 它的英文叫做Petty Cash Petty Cash就是零用金 那我们也鼓励各位同学呢 注意它的原文 那零用金的设置 我们必须要有三个部分 首先设置零用金的时候 我们的分路是借零用金贷现金 那老师举一个例子 假设有一家公司 他决定设置一千块的零用金专账 这个时候他会借零用金一千元 贷现金一千元 这个是设置零用金的专账 再来我们可以开始动用这一千块 那老师举一个例子 假设我们说我们要购买邮票 是需要六百块 那我们订购报纸需要三百块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支付 那我们不能开支票啊 所以我们就用我们已经设立的零用金账付 来支付这个购买邮票 跟订购杂志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没有分路的 我们直接拿我们的零用金去支付 那如果小额小额这样支付 可能我们会发现我们一千块 快要用完了 这个时候就要进入第三个步骤 叫做零用金的勤补 零用金的勤补 举刚才的例子 我们已经累积了一笔六百块跟三百块的支出 我们现在有九百块的支出 那我们的分路呢 就是借邮票的费用六百 借这个报纸的费用 订购的报纸的费用三百 贷现金九百块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正确的零用金的盘点余额是一百块 那接下来老师再来介绍第二种可能的情形 我们称为这种情形叫做盘点零用金的这个盘盈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延续刚才邮票费六百 报纸费用三百 那照说我们应该现金的余额应该是有这个一百块 可是我们呢却发现盘点的时候 我们的余额呢却多出来十块 也就是说我们的盘点的余额是一百一十块 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有零用金的盘余 或者是称为零用金的盘盈十块钱 所以正确分路是借两个费用六百跟三百 贷零用金盘云十块跟贷现金八百九十元 接下来老师介绍第三种情形 我们称之为零用金的盘缺 这个是什么样发生呢 就是我们既然有两笔费用分别是六百块跟三百块 所以我们的现金应该是剩余一百块 可是盘点的结果我们现金只剩下九十块 所以我们有零用金的盘缺十块 所以分路正确的写法是邮票费六百戒 报纸费三百戒 贷方有一个零用金的盘缺十块 跟现金贷方九百一十块 好那我们稍作休息之后 我们马上回来 好各位同学好 我们前面已经讲到内部控制的重要性 接过来老师也介绍了零用金制度的设立 好那老师在这里呢 要特别跟各位同学强调 我们说零用金的设计 是为了要弥补支票系统的不足 那为什么用支票系统 我们刚才也强调 一张支票它要成立 它必须经过许许多多 不同部门的主管的签盒 所以我们相信支票制度 是一个比较好的现金保管的制度 也是保障公司最宝贵的 现金资产的一项制度 可是在这同时 我们也提醒各位同学 所有的交易事项如果都透过支票来执行 也会显得至爱难行 所以呢 有一些比较小额的交易 我们就以零用金的制度 来作为这个弥补 或是作为一个加强 那这个零用金制度 那这个零用金制度老师刚才也提到了 有三种不同的状况 第一种是它零用金在做勤补的时候 它的余额正确 那第二种跟第三种是要请各位同学 特别留意的 千万不要以为说零用金只是一个小额 所以呢 差个十块二十块 无所谓 因为不论是零用金的盘缺 或是零用金的盘盈 都表示公司的内部制度 可能有些微的漏洞 那任何小的缺口 都可能会造成一发不可收拾的大的漏洞 等到这个漏洞真的是已经发生了 已经是无法收拾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为之太晚了 所以这个零用金制度 不论是盘盈或盘缺 老师再强调一次 请同学务必要注意 绝对不是金额大小的问题 只要出现盘盈 跟只要出现盘缺 都表示该企业的零用金制度 有了缺失 所以这个是保管零用金人员 所需要特别注意的 那再回到刚才所谓的职责的划分 虽然零用金不是一笔大的数字 我们还是会要求有专人来做管理 这个专人可能跟我们一般的出纳 必须要有所区隔 那这个就是老师再三所强调的一个 零用金制度的一个精神 所以零用金制度它的一个大特色 就是它是在一开始设立的时候 有会计分录的表示 可是等到实际支用的时候 我们只要向支用者要收据 我们把它保存 但是没有会计的记录来对应 等到我们觉得 我们的零用金金额已经慢慢的减少 需要在拨补的时候 我们才会出现正式的会计记录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确实去注意 有没有刚才老师提到的 那两个所谓的零用金盘缺 或是盘影的出现 如果有的话 那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再进一步去了解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发生 这样子的话 可以使公司的现金的管控 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结果 也是一个公司经营十分重要的事项 接下来老师要介绍一个概念 叫做银行调节表 银行调节表 这个银行调节表 它的标的不是刚才所谓的零用金 刚才零用金是我们存放在公司 由专人所管理 来专门支付小额的交易 可是我们说所有正规大额的交易 都要透过支票 也就是支票的保存跟存放 那我们一般而言 我们会以支票的方式来进行 所以我们都会在银行 会开一个存款 支票的存款账付 这个时候银行每个月 也会寄送银行的对账单 给我们公司 那对账单寄来公司的时候 这个时候 公司负责管理现金的会计人员 就要针对我们所收到的银行对账单 上面的现金的余额 和我们会计账上现金的仪额 做相互的勾计 一般来讲 这两个数字是不会一样的 为什么这两个数字会不一样 原因非常的多 大体来讲 可以把它分成两大类 第一个大类 就是因为我们有所谓的时间差异 时间差异 是造成公司账上现金的余额 以我们银行对账单的现金余额 不同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那至于什么叫做现金差异 老师等一下会仔细的解释 接过来第二大类的原因 为什么会有对账单的金额 跟我们会计账上的金额不一致呢 这是因为我们有银行的发生错误 或者是我们公司的会计人员发生错误 所以第二类的原因是错误的发生 而刚才时间的差异 它不是错误 它只是因为时间上的差异 按理来说 随着时间的经过 它应该会逐渐调节成双方的一致 当然这里的双方 老师指的是银行对账单的数字 跟账上的数字 必须保持一致 好 那为了保持一致 所以我们每收到银行对账单的时候 我们就要进行内部的勾击 那这个勾击的过程就是银行调节表的这个目的 所以我们说我们公司除了四大会计报表 还记得吗 四大会计报表 第一个就是资产负债表 损益表 现金流量表 跟保留盈余表 可是这四大报表是被要求的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内部控制的报表 虽然没有被政府机关来要求 可是我们为了内部控制的目的 我们自己要来编制银行调节表 好 那老师现在开始来举例 针对时间差异的部分 我们来举例 首先我们说时间的差异 可能是因为银行造成的 举第一个例子 比如银行 银行呢 它可能在已经银行的账上 已经扣除了 那这种是什么样的例子呢 举例来讲 电话的费用 还有水电费 我们现在时常呢 不是自己到电信局去缴电话费 我们是透过银行来自动扣款 水电费也是这种情形 那银行呢 接受你的指令 之后它就会按一月 帮你扣电话费 水电费 这个时候 你呢 你的账上 没有显示电话费的支出 或是水电费的支出 但是呢 在银行 它因为接受你的 当时的签约 当时的要求 它已经自动将你扣除 这两笔费用 所以为了调整这时间的差异 我们公司账上 会计人员 必须减少我们的账上的会计的现金的余额 好 那我们稍坐休息 立刻回来 好 那这个第二种情形 我们刚才说到的是说 公司呢 帐上没有扣除 但是银行已经带我们扣除 所以我们公司的帐上必须加回 那现在第二种情形呢 是银行它已经事先增加我们的现金余额 但是我们公司呢 尚未知需 这样一笔交易 最常见的 比如说 我们有代收的票据 或者是说 我们因为存款在银行的账户里面 有存款的利息收入 那这两笔的现金的增加 我们在银行已经呈现 可是在公司的帐上尚未呈现 所以为了调整这个时间的差异 我们就必须将公司帐上 现金的余额加于增加 所以这种情形就可以协助我们 调整时间的差异 接下来老师要进入第三个可能性 是公司的帐上已经扣除的情形 那公司的帐上已经扣除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这个公司 我们已经开出了一个货款的这个 为了这个付货款 那我们有一个集齐支票的开出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因为付货款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 带现金的一个动作 可是这张支票开出去了 可能对方的卖足 他收到支票的时候 他没有立刻拿到银行去兑现 所以呢 虽然我们公司帐上 已经减少现金余额 因为我们已经发行我们的支票 所以我们的现金余额减少 可是对方还没有兑现 所以呢银行也无从之道 所以这个时候呢 银行的账上 他还会保存的 这个现金的余额呢 是高于实际上 应该有的现金余额 所以这个时间的差异 就必须从银行对账单上面的这个 对账单金额加以扣除 之后才可以得到一个正确的一个金额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公司扣除 银行尚未扣除 那接下来我们说第四个情形 是公司已经增加 但是银行由于时间的关系 它尚未增加 那这个地方所举的例子 就是债图存款 什么叫做债图存款呢 有些时候呢 因为我们把一笔款项 存入银行 可是呢 可能已经到了 比如三点半 下午三点半 这个时候呢 银行呢 它已经进行结账的动作 所以凡是三点半之后 再存进去的 它必须等到隔日 它才会存现 所以我们就有所谓的 债图存款 那有些时候 可能不是当天的三点半 而是因为迫到周末假期 这个时候 虽然我们账上 已经呈现我们有存款 也就是公司账上 现金的金额已经增加 可是因为遇到 国定的例假日 遇到下午三点半以后 银行结账的因素 所以银行对账单上面的金额 尚未呈现 所以这个时候 为了调整这个时间差异 我们就必须把这个差异呢 在银行对账单上面 加以增加 作为调整 所以各位同学 以上这四种情形 分别是银行已经增加了 那公司就必须在账上 对应来增加 银行已经扣除了 那就必须公司账上 对应来扣除 这样子呢 公司的账上 跟银行对账单 上面的金额 才能够调整成一致 那当然 如果公司已经扣除 或者是公司已经增加 但是银行尚未有所动作 所以为了弥补这个时间的差异 银行也必须对应来增加 它对账单的数字 还有对应来减少 对账单的余额 这样子的调整 我们称之为银行调节表的一个正确的调整 好 那以上老师所举的例子 都是指的时间上的差异 这并不是说任何一方产生错误 只是因为时间的差异 好 可是如果是真正是银行或是公司发生错误 那这个时候我们不称为时间差异 我们称为第二种情形 叫做错误的发生 那当然错误的发生 我们就必须要有错误发生的调整的工作 首先老师举一个例子 如果这个错误的发生是发生在公司 举例来说 我们公司呢 会计部门 它记照 那原本呢 照说我们呢 有一个销货的收入 那销货收入呢 我们会借现金 代销货 那这表示我们已经收到现金 举例 我们收到现金一千块 可是呢 可能在会计登帐的时候 它把这一千 后面应该有三个零 它登帐成一百块 也就是漏登了一个零 那这个时候 当然正确数字是应该增加现金一千块 可是我们的会计呢 却只有记录现金增加一百块 所以这个一千和一百 相差就是九百块的差异 这个叫做会计账上的错误 好 那针对这项错误 我们的调整分路就是 借现金九百块 代销货收入九百块 以上老师所举的例子 就是一个公司实际发生错误的例子 那假如实际发生错误的不是公司 而是银行错误的话 那当然我们就必须跟银行先做厘清 之后我们再来调整银行对账单上面的金额 总之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使公司账上的现金的余额 与银行对账单上面现金的余额 必须要达成一致 这个就是所谓的银行调节表 那最后老师再做稍微的补充 假设这个错误一直在当年度没有发现 而是一直等到下一个年度才发生错误 那这个要如何来处理呢 那这种我们在处理上 就不是只有写刚才那样的调整分路 我们就要变成是作为一个新年度开葬之后的一个叫做前期损益调整的科目 所以如果是错误的发生是在已经关完葬 也就是说当年度之后新年度开始 甚至是好几个年度之后才发生的错误 我们所做要的分路都叫做是调整前期损益的分路 那这个时候的做法 当然我们说现金因为差额是900块 我们还是借现金900块 但是代方我们不再写销货收入900 我们要写调整前期损益900块 如果说这个错误非常的大 金额很大 也就是说它不是小金额的错误 而且这个错误又是多年之后才发生 那这个时候就已经不是刚才所说的调整前期损益可以来解决 一般这个时候金额又重大 然后又是多年后发生 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被政府主管机关要求重编前年度的报表 所以这种是最严重的情形 所以简单来讲 我们建议所有的企业都应该随时的 很谨慎的来编制这个银行调节表 不要等到多年或是一段时间之后 发现有大金额的错误 这个时候再来重编报表 那个问题就是比较大的 好 那谢谢各位同学的收看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